数手指问题坑了很多人 一起来看一下 伸出你的左手按照如图的方式 从一数到一百 一百停在哪根手指呢 先把这个图看懂了 怎么数的 一二三四五 然后回来六七八九十这样一次数下去 那你会发现我不可能一根一根数去数到一百吧 所以这个题肯定是周期问题 那我们从数字考虑还是从手指考虑呢 应该从手指考虑 因为你的手指是在不断重复的 好 那来看你的手指先数的大拇指 后面食指 后面中指 然后无名指 然后小拇指 再往回走又是无名指 再往回中指 食指 再往回走就是大拇指 再往后就开始食指 哎 发现规律没有 大拇指 食指 中指 无名指 然后到这个位置又开始大拇指 食指 中指 无名指 所以我们就找到了这个题目当中的周期 就应该是它 几个一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八个一组 那数到一百的话 有这样的几组 一百除以八 等于十二组周期 还余四个 余几就是周期当中的第几个 那应该是一 二 三 四 余四 就应该是这个手指 那一百就停在无名指这根手指 学会了吗 我是90后数学老师 孩子成长 有目共睹 谢谢 您的脚 你眼睛 您的脚